据外媒报道,6月9号晚,贾斯汀·比伯陷入一场打斗中,根据外媒曝光的视频来看,贾斯汀·比伯先是和黑人拉扯,然后黑人猛力揪住贾斯汀·比伯的领子,并扫了他一拳,接着贾斯汀·比伯回进了一拳,但被黑人前揪双手,紧接着被一顿暴揍,直到后来被人拉住,事情发生在克里夫兰市中心的酒店外,大家都看完NBA总决赛的第三场比赛,从外媒曝光的视频来看,是黑人先动的手,比伯随后在网上发布全新自拍照, 表示自己的脸并没有受伤